中华队自澳洲一地训练回来的隔天 总教练叶智歇马上公布了经典赛中华队28人名单 而刚出路的国手们也随意到台中向球队报到备战经典赛 将来正式比赛之后最难的安逸 也是三天的中华队分别和统一 兄弟新鸿第三支队伍在这里进行热身赛 除了可以让选手们更快地进入比赛的节奏 可以让教练掌握每一个选手的状况 就是一直维持得很好 对,没有什么太大的比赛 我感觉没有 打得那么好,收获得那么好 怎么说,起球点跟时间差都抓得很好 但是还可以了,就普普通通 提早失敌那种比赛的感觉 因为他们跟球速比较快 就比较跟我们要去日本打 就是有点相似 打那个等级比较高的选手的球 对,就做另外一个挑战 三场热身赛下来就属林亦泉 林哲轩还有蒋志贤的打击最稳定 当然队长彭正明的好表现 也令球迷们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中华队就等高国庆 詹志瑶和潘武雄 找回过去的手感啦 好像有点跟不上,对 而且心里也会挤 还挤又智能打扶好 反正都是因为快要比赛 就不要想太多了,对 他们的记忆表现 所以在五班产里面 打坏球的记忆蛮高的 那赛前有分 昨天这两天就跟总教练抱抱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非常信任他们 只要有中华队出赛的地方 就会拥有许多喜爱棒球的热情球迷 也不例外咯 同学你们好啊 我是秒杀美少女 请问你是学生吗 没错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翘课咯 不是啊,我大学生咧 现在才刚下课 那今天来到这里的是什么目的呢 中华队加油 好 没错,中华队加油 那我要请问这位同学 你对于这支中华队 非常年轻的中华队 有什么看法 就是… 可能还需要磨练 就是合打不太好 不过还是要加油 对,还是要加油 最后我们一起跟中华队说 加油…好不好 好,1、2、3 中华队加油… 加油 我是带着一直想要挑战 一个更高阶级的选手的心态 然后没有想太多 就是只要有机会下去 我就选一副每场比赛 就是一直想要打倒他们 这次经典赛的中华代表队 整体性看起来年纪轻,有拼劲 但是缺点就是稍嫌经验不足 而且默契差了一点 但是我相信他们绝对卯足全力 为台湾带出最佳的成绩回来 我还一直觉得我还很年轻 30岁算年轻吧 感觉上… 自己的速度真的是赶不上他们 就…就只能说在比赛当中 有什么状况就是… 有一些经验的话 就看看多指导他们 多提醒他们比较重要 毕竟他们身体的素质有那个能力 不过在一线临场的表现的话 国际赛毕竟跟例行赛不太一样 所以国际赛该注意的东西 会自己先想起来 做好准备这样子来做提醒的 好准备 在投手方面呢 我则是非常看好 在去年亚洲职棒大赛呢 封锁韩国冠军SK飞龙的林岳萍 还有呢 在北京奥运对上古巴 投出身价的李正昌 当然呢也别忘了 还有春花万以及林福德 他们都有机会秒杀对手 在投手球上呢 对上中日韩打者一较高效喔 面对职棒打者 中华队投手群表现得不尽理想 不管是阿盖还是大饼 都没有调整到最佳状况 只剩下一周的时间 大家还得加把这才行 觉得自己的姿势有点 有点不一样 有点走样 我现在还在 昨天回去想一想以后 有找出一些原因了 就是看这几天 可以把那个调整好一点 对 当然是一定要 为尽力的去打那种 那个球赛 然后当然是希望就是能够赢啊 但是第一次打那种 这么大的比赛 然后想说顺便去打 然后也顺便学习 然后当这个享受 享受那个棒球的乐趣 对 中华队结束三天的热身赛之后呢 即将在周五前往日本 为3月5号的中韩之战做准备 如果你跟秒杀美少女虎牙我一样 无法前往东京巨大 为中华队加油 那你就一定要锁定 未来体育台的现场直播 当然也不能错过 放球周报的中华队贴身报导 好 好